台湾的运动选手真的是客难到家 台中县蒲勇代表队因为缺乏经费 天气这么热 集训一个月 男女选手晚上却只能够打地铺 睡在看台 挂的蚊帐随时会被风掀起 孩子手脚全部被盯成了红豆兵 让人看了很心疼 看台上铁皮屋勉强能遮雨 几个床垫扑一扑 蚊帐就用绳子绑在支架 30位台中县蒲勇队选手 就是挤在这处露天宿舍客难集训 集训的神钢香利游泳池地处偏远 办公室只有十几坪大容纳不下 又没经费住旅馆 孩子们只好睡看台 蚊子超多脚都被盯成红豆兵 每天睡觉前一定得先点蚊香 再擦防蚊液 蚊子有的 然后这里还有这里 希望有一个能就是良好的环境 让我们能转型训练 打地步中午热 晚上冷床垫又是硬邦邦 还好选手体格好 否则早就感冒怎么比赛 下雨的时候谁会分进来 然后睡到一半就是必须 马上换地方 我们去跟脚踏车店的老板 要的那一台 这是真的很阳春 很客难的方式 男女没隔间睡在看台 洗澡轮流洗 三餐都由家长轮流赞助食物 义务烹煮 一切都是因为经费不足 吃购动作吃饱 不禁要问台湾运动选手 真的都要这么委屈受苦吗 民主义务张士赖正坤台湘报道